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基本上居住100呎的屋子 那时候在砖屋下雨有机会流水 吃的可能是豉油拌粥 或者可能穿的鞋子 可能穿一年都没有换的白饭雨 其实知道家人的收入比较低 所以自己都会开始失色过去 已经开始不太大洗 会做一些外化 那时候浅珠、浅花 我们真的穿到手指头都流血了 还会令你生胜了 或者这样说 因为我们其实 熬过苦的时候会知道 有些事情是你要令自己更加成长 或者是会有那个 好像做生意 或者将来想成为一个领导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个动力在 会不会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对你思考或者做事上来说 会是更加硬正 和更加成熟呢 其实我自己因为可能小时候 或者家人比较窮 所以其实都会愿意去付出多一点 可能说 为什么人家不肯做的事 我都会肯做 可能很辛苦 可能别人不愿意做 我都会愿意去尝试 去希望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 也不想让别人看 觉得自己好像国内离家 所以变成要的毅力会大一点 Shirley 你小时候也很生性 不单是帮家做家务那么简单 是直接做一些家庭工业 小时候就帮家做事 赚钱去帮家计 我想问一下 会不会有时候都会小朋友 会不会有时候 跟自己身边的朋友仔 或者同学仔 会有一个比较 而令自己不开心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人的社会 或者每一班 有时候二十多三十个同学仔 当然有些都会有钱 有些可能性格 不会因为你没有钱 而少看你 但某些个别同学都会有 可能他会有名牌 穿一些很贵的鞋 或者吃一些好一点的午餐 或者放学有人摘 或者吃饭 有时候偶然都会有些 听到一些声音 在同学仔 可能会嘲笑你 你这鞋又骯髒又懒 那么我也不悶 其实心里也会有些挺酸的 都酸流流流 那时候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呢 其实我们都经常跟年轻人说 其实与生俱来 你可能未必是有钱 或者是很穷 其实不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这个 我们所说的穷与否 还有就是说你要增值你和你的家人 因为我相信在你穷的时候 他们愿意一起去生活 去帮你的时间 当你有福的时候 你应该是要分享给你的 会不会令你更加积极呢 就是对人生来说 会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什么比赛都会参加的 其实我基本上 就算是田径 或者很多东西都是校队 也都是令我不知不觉 因为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 我要靠对方 或者觉得因为你在国内 所以你就怎样 所以我会更加劲力去读书 去留心老师说的课 有什么名字我会举手 我可能试过一班一堂 我可能举了十多二十次手 都试过 这是比较重要的 不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最重要是你尽全力去付出 你会有收获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应有的本分 是的 不要担心别人笑你 所以我们做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面皮厌厚 不要害臭 我想问一下 譬如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读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令你特别难忘 或者觉得是特别难过的 有没有 我想如果先说难忘 难忘的话 就是在那时候 我想都二十多年前 其实都会是 那时候对于国内来的 其实都会有少少有色的眼镜 会看我们的 很多时间 人家会笑你说话的音不正 或者觉得你好像大陆梨 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说话 其实有时候个别的同学都不会跟你玩 我想这个可能会比较难过一些 但如果你说难忘的地方 就是自己不停地挑战一些极限 令到自己很多时间在学校都会 或者是拿很多奖 或者是一些得到自己 觉得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就是去证明到自己 不是别人所说的 你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我想是会 令到自己会相信自己是有能力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Shinley 我知道你本身 读大学的时候 都是半工读 一直读夜校 一直工作 来完成你的大学学位 是的 其实那时候来说 会不会都是很艰苦 又或者会不会曾经试过想放弃呢 嗯哼 其实就因为我自己读完Found 7的时候 那我自己可能会觉得 一时以气就说 不如去打下班吧 做一下 出一下世面看看吧 我想很多那些 有时候的小孩都会这样想 就发觉 反正自己的那些又肯托又勤力 又不是很蠢那些 所以就会想着 不要跟别人 然后去读书的时候 但是发觉 原来当你一路要兼复做事 一路要读书的时候 要被自己平时应付的私人时间 没有了 还有我们半工读的话 我们也接近用了20万 那时候自己可能读语书 都会欠人钱 但是发觉自己的梦想 因为那时候的梦想 就是想带顶四方帽 终于完成了 我其实想起来也是很开心的 其实我知道 Shirley你曾经做过很多 不同的兼职 或者做过很多不同的工种 是 可不可以我们略略说一说 你做过多少不同的工种 握手也有二十多三十分 我想现在你所说的 很多我都会做过 例如经常说都是侍应 也有销售员 也有文员 也有送货 也试过 其实不是真的那些 就是孤零那些 但是可能有一些叫做 就是跟着哥哥 就是家人一起帮忙送货 也会做过一些秘书 或者是做过经理 慢慢上去 但是其实我知道 你完成了你的大学课程 或者这么说 是未完成了整个大学课程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创业了 是的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创业的期间 之前做过这么多的工作 对你创业来说 会不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去帮人 我觉得你付出就不要求回报 如果你经常跟人家计较的时候 反正人家都会跟你跟人家计较 所以有很多时候 但是如果你用真心去对人的时候 当你有任何的问题 人家都会帮你一把 我记得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只是问过自己一句话 就是说我输不输得起 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 我们所说到是很年轻 因为98年创业 那些人就说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 即使我输了 一定是输了会损失的钱 但是我相信就算我打工 我也有能力去还一些钱给人 还有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不停去做业务工作去帮人 所以很多长辈知道我自己创业 都会愿意去帮我 或者介绍一些客户给我 但是你过往做过这么多的工作 有没有直接的帮助 令到你譬如做生意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决策 或者某些崗位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或者帮助到 刚才你也听过我的工种 又低又又高又有 其实令到我 其实我们经常说创业 我经常说我们做老板 我自己有一个叫做3M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 有人的时候就是自己的管理 经理级很威风 好像很厉害 这个老板 但是当没有人的时候 就会变成席 即扫地洗衣服 倒垃圾 洗厕所 都要做的 但是另一个M 就是你自己是Mind的管理 就是说你自己要管理自己的思想 你可否承受到你的压力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会引致到 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多兼职 我就是很低的工作 我都做过 所以令到我 就是我已经是由低起了 所以就算跌低了 我也懂得起了 这个是对于我的C 就是那个 我们的EQ 是比较重要的 那卓来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认识 例如我也好 或者我们电视机旁边的观众也好 如果他真的想创业的话 你会给一些什么意见 就是创业前 我们一定要留意 或者要有个 决心 如何才可以去 能够创业成功呢 我想如果各位观众 有兴趣创业的话 我想你首先要问自己 真的你 刚才跟我自己创业一样 你能否输得起 因为现在说的创业 可能你输的不是说几万元 可能是说几十万 几百万 你有没有能力 是真的要还钱给人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你在生理和心理方面 是否足够去应付 突发以来的转变呢 因为我发觉有很多 特别是香港压力大 对了 我看到很多在街上的人 经常自己闭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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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其实心理压力 已经有很大的压力 但你又不想被烦到家人 你又不想立业 告诉别人 有时有些私隱 又不想告诉别人 公司听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 你要问自己是否创业 第二 你觉得 其实你是否一个适合的做生意 因为我们做生意 都是自己是公司的首席的公关 如果你不喜欢见人 女士不喜欢化妆 又不喜欢跟人聊天 我就劝你真的打工好了 你刚刚说到舒缓压力 其实我想问你 你当初做生意的时候 一定有遇到问题 一定有遇到难题 你当初如何去舒缓自己的压力 你做什么 其实当初我可以告诉你 我创业的时候 初一年我是没有量出的 每天都是真的说是硬面包 但是做了十五六个小时 而且那时候我的厂就在惠州 你知道现在去惠州我比较近 但是以前去惠州 去一程也要四个小时 我为了可能省 你知道我多高大 可能我坐在那里看不到 就是我为了省了几十元的运费 我最高纪录来试过一滚 是拿50公斤的货 由惠州拖到来香港 不是一次半次 其实以女性来说 基本上我的脚是长期起枕 是 因为这种痛 就是我们叫生理 其实很多人都能忍受到这种东西 其实这么大的压力 你当初那时候 如何面对和如何舒缓和舒法呢 就是会不会在一条街道有移民呢 不是 我想 我第一 我就会有时候都会 就是说 哎 打工还有一万多千 现在还要倒贴 但是有时候想深一点 就是说 看到好像正在煲的客人 就开始有些 真的 以前拍门那些 通常三次都不理你 但是我就因为我从大 比较硬力强 我偶然在门口 又看到你 今次需不需要我的货 你不需要的话 看看你的朋友 就是我面皮比较厚 不停地游说四、五次、六次、七次 就是慢慢开始 一、两年之后 开始有些客人开始回来 就开始看到成果出现了 所以变成了 就是叫做 因畏一点 就是一年之后 我都开始有少少量出的 那春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 从小到大 遇过这么多不同的难题 还有就是 叫做 会比一般人来说 挨苦是挨得多一点 嗯 那其实你可不可以给一点点 我们的观众 就是说 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常常都说 很多都很嬌生惯羊 以前就是 父母 可能是一个父母 就有七个小朋友 一个抽七个 现在就常说 七个抽一个 那变成来说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都经不起考验 以及经不起挨苦 是 其实可不可以给一点点 他们新一代 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应该 用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 去解决 你觉得 我想如果年轻一代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要和身边的一些长辈 就算你可能觉得家人 又会觉得没有面 你可能会真的和一些 一些比较疼你的叔叔 那些可能没有那么尴尬 和他们分 就是说回你现在 所面对的问题 他们真的会帮到你 就是我自己 由小到大 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很喜欢和一些 大过我一倍 或者是很年长的人谈 因为我觉得 家有一路 如有一步 他们的经验 走过这么辛苦的路 你和他们谈得多些 那你就有利益 为何你不和老人家 谈多些 取经呢 还有我自己 还有有一件事 就是说 不要怕眼前的虚底 如果你连眼前 你都不肯虚底的话 你是拿不到 后面那座山的集金 嗯 明白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Shirley 你刚才提起过 就是说 你都做了很多年的义务工作 是的 亦都因为义务工作 其实是帮到你 譬如在生意上 刚刚起步的时候 有很多人 在后面扶你一把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一直做 那么多年的义务工作 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接触青霜的呢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有接触青霜 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是 有喜欢音乐的 喜欢艺术的 那么 有一次 就是我的 叫大我小小的长辈 他又说 有一个 新界小天才的音乐家比赛 有没有时间来帮忙 来看看 因为我喜欢音乐 所以我说好 那我就去 用一个半小的车 搭到屯门 那时候 去到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青霜 接触青霜 就觉得他们第一次很年轻 因为他们是40岁以下 还有很有热成 很想你一起去帮忙 去推动这个社会 去到一次之后 直到现在 就好像 不用 就是会 都是留在这里这么久 他们是会很愿意去帮你一把 亦都是想训练自己成为领袖 所以就认识了 那我想问 我们每一件事都是讲求 就是一个叫做 就是 你为什么要搞这件事 你搞这件事之前 你需要什么要做一个研究 研究到有没有可行性 可行性之内做一个检讨 这些对于在我公司上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已经把那个开会的技巧 就是98年的时候 已经放在我的厂上 到现在 即使我没什么时间回厂 我也知道厂的运作 就是他们监购 因为他们每周都要报告给我 就是要互相监察 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我想问一下 例如在青霜里面 因为我知道青霜 就有很多不同的自线活动 也都每一年都会举办很多不同 形形色色的慈善活动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其实在你过往做过 这么多个活动里面 会有哪个活动 是令你特别深刻 和特别难忘的呢 如果特别难忘的话 因为我从小时候 做准会员 在我的洗脑上 我想可以说 搞了50至100个活动 就是慈善活动 或者一些义务活动 培训活动 但如果最难忘呢 应该是我上年 就是几个身份 我也是筹委 就是我发起人 亦都是公司 是真是以一个赞助商的形式 赞助了所有的开支 亦都是在报告中头之内 因为我可以找到20个给钱的人 去筹罚一个叫祝福我回家的 就是爱心送米的活动 就是给一些独居老人 这个令到我 亦都找了50个义工一起来 这个开始令到我会觉得 其实只要你有希望 或者你有梦想 其实只要你出声 是真的有人很愿意去无私奉献 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觉得是值得去推举 而且这个活动已经是 去到现在已经搞了第三 第四次 就是有些是送一些 刚刚圣诞礼物 就送了圣诞礼物 给一些低收入的小孩 是 或者一些少数族裔 又在国内送给一些贫隆户 送了一些米、月饼给他们 其实这些就会 就是我们只是出了一点力 但是我们想带出来的信息就是 你要关心身边的人 其实真的很有意义 是 其实我也知道 Shirley有带一些照片上来 就是和我们分享 不如我们看一下照片好吗 好 这个就是那时候送米的活动 祝福我回家 是由元朗青年商会所主办 那我就是囚犯人 是 也有五十个义工 也是鼓励一些人 带上自己的子女 最小的时候只有几岁 这个就是上年第一次的活动 我亦会去探望独居老人 我想最感动就是 曾经有个独居老人说 十年都没有人来探望我 他捉着我手 基本上我们去探望他 送一些米 送一些祝福卡给他 但是他就预备好饼 生果 茶 开定了等我们上去 他说 有很多人都说上来的 不过十年年都没有人探望我们 就是捉着我们的手 哇 说说说说说 看到他的心 虽然他的家屋很大 但是只有他一个 其实意义 并不是落于单单一包米 是的 而是你如何出个心 一个真心 去对待一些老人家 或者对待任何一个人 其实我知道了 我们还有一小小照片 不如先看下去 好吗 是的 这个就是那个囚委 其实他们陆陆陆陆陆陆 都有帮忙去教很多活动 是的 你见到 我也会带公司的同事 一起去做乙务工作 其实我觉得 Shirley 这个活动对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 令我是很 很倒露 或者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 过往做一些慈善活动 我自己会偏向 是希望去做一些老人家的工作 比较多一些 嗯 还有送米呢 我觉得可以一来 就是给他们一些实质的东西 而来呢 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叫 心灵安慰 嗯 但是呢 我就不主张某一些 某一些坊间的活动 就是说 可能他们派米 但是就要一些老人家 可能有好天晒落雨淋 凌晨四点钟就要去排队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样做的话 没错 表面上你好像是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会变成 我自己的感觉 会变成是 真的有好心做坏事的情况出现 嗯 因为可能那些老人家 还会不舒服 又或者有些碰撞 所以我觉得 青霜做的慈善活动 是非常之体贴 因为是送到上去 给到实质的东西 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心灵安慰 好了 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Shirley来给我们的观众 或者给我们 做一个人 应该抱一个什么的态度 什么的人生观 才能够成功呢 嗯 嗯 那我自己呢 就是自己有个戒然的 就是 没有什么是没有可能的 除了你自己说之外 其实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只要能够是战正自己 其实呢 你就可以了 你成功是不远的了 另外我自己就 常常都会说 就是朋友是缘分 应该互相欣赏 互相尊重 欣赏她的优点 接纳她的缺点 处事应该公平公正 用眼去看 用心去听 遵守自己的承诺 凡事全灵以赴 希望对你们来说有一个得着 谢谢Shirley你来我们 清出于南 为我们分享了你这么多 成功的心得 那下一集 清出于南 会继续有我Francis 潘中正的 下一集 我们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